好 你今天有帶了很多 家具來 來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那這個因為其實現在大家對空軍非常的好奇 然後我先講我現在這一身的裝備 並不是我們現在現役的裝備 它有一些是已經出役的 那有一些是國外所使用的 那大家比較好奇其實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般飛行員 他的救生的裝備來講 比如說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這個在早期我們叫做求生背心 但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穿了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個人求生包 全部都會跟座椅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飛官 其實已經沒有在穿這件的這個求生衣 那他的比較大的特別就是 那個特色就是說 所有因為他在飛官 他在飛機上面操控 他其實要注意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在東西上面 其實都做非常非常簡單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頭盔 這個是頭盔 對 這是頭盔 然後這是他的面罩 那其實我們在所有操作上面 你會發現他其實 可以接待一下嗎 接待一下嗎 那你可以看得到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他其實要方便你飛官操作 這個都是快柴 一拔掉他就拆開了 這全部 然後所以他要裝的時候 因為他如果在飛行的時候 他直接這樣這個插進去 就可以了 那這個怎麼戴這個怎麼戴 這個 就這樣戴啊 你戴的時候要稍微把它 就好像戴安全帽一樣 對 就像這樣 然後這個怎麼弄 那個氧氣面罩 對 那這個其實 觀眾朋友會看到 這邊有一個這個氧氣管 還有它這個其實 它無線電通話的時候 就它上飛機的時候 就必須把它插到這個定位上面去 然後所以他這個地方 只要插上 一扣上去就可以了 很不舒服耶 對 非常緊 對 它其實非常非常緊 我讓大家看一下 官的臉吧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所有的東西 全部設計上面 它全部都這樣 所以這邊是另外這一側 然後這個是這一側 看到了 上來 你就會看到陳北娟的臉 那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為什麼這個要非常緊 因為他其實要呼吸氧氣 所以他每一個上來之前 他都必須把他這個面罩 非常的密合到他 不好意思 歪了 他會非常非常的密合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不會讓他有任何的空氣 下來 下來都有個印子 對 全部都會有一個這個 跟戴Angel五口罩一樣 這個可能可以讓我瘦臉 Angel 好 我把這個面罩放下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說當他太上去的時候 我早不說 剛剛蓋著聽不到我講話 完全聽不到 我說這個帽子可以瘦臉 因為封得很緊 這個的密合效果真的非常棒 所以你剛剛聽到 幾乎聽不到主持人在說話 因為他整個蓋起來之後 他是完完全全 是必須要保護你的生命的 對 那比如說像我們現在 身上的這個衣服來講 比如說像這個 其實是一般我們的飛行服 那他最基本做到 都是要防火的這個概念 那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你在很多地方的時候 比如說你如果跳傘求生 在早期的時候 他必須要考慮到的就是 你如果身上有太多 很笨重的東西 那你可能會妨礙你的求生 所以你看像這種衣服的材質 基本上都是不吸水的 他都不吸水 那以前像這一次的 這個事件裡面 有些人會很質疑講說 那他不是應該會有求生 或者什麼定位 這個發爆器 那其實空軍司令部有強調就是說 他們其實有這個 所謂的求生機 那個其實訊號都會先發 那傳統在以前 過去的這個飛行員 他們還會自己個人攜帶 比如說以弧線電來講 好 那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個 其實是一個訊號的一個發射器 那這個發射器 它其實發出的是燈光 可是你現在在我手上開 你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你沒有看到任何的光 因為我其實已經把它打開了 可是我如果把這個蓋子打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在閃燈 它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到敵區裡面去 如果你是降落在敵區 我在晚上的時候我發出這個框 我希望別人找到我 可是敵人也會找到我 所以他這時候做一個這個設計 它其實會把它變成是紅外線的概念 所以你這時候你外面看不見 可是我如果透過搜尋的時候 我就可以找得到你的發射的這個訊號 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個人的裝備 其實也都不斷的在改 早期我們看都是很大支的那一種 那大概比較大的 這個地方我可不可以插話問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事件 有談到求生無線電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這個東西 不是 這只是一個燈光的訊號而已 它並不是所謂的無線電 所以你看早期的是一個很大支的那一種 然後它本身還會發射一個頻率 而且有講到說有可以攜帶式的求生無線電 有發出訊號但沒有呼叫 有 我看到報道有一個說法 說在空中一開始的時候有收到訊號 但是後來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因為所有的狀況 陳如剛剛教官所講 因為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找到任何的一個機箱 所以到底是說它那時候觸發了 然後後來它沒有再繼續顯示 還是怎麼樣我覺得這要另外找 是不是代表它曾經一度想要呼救 理論上那個它所發出來的叫做自動定位器 不需要飛行員去啟動它 不用飛行員啟動 它就會自動定位 發出一個定位訊息 它那個閃一展開的時候它一拉開 就會自動定位 那跟這個不一樣嗎 它不一樣 這個就是我今天到單獨一個人的時候 我要讓人家找到我 那另外像身上的這一個 其實除了衣服之外 大家會比較好奇其實是這一件的這個褲子 褲子 那這個其實在早期裡面 這是一個抗巨衣 但這只有褲子的部分沒有上面的上升 但是我們現在國軍如果以空軍來講 它在去年或前年底的時候 它開始研發全套式的 也就是一個氣囊包覆全部 那時候還包含一個空軍的衣冠 他們也特別上了飛機去感受那個 新研發的那個抗巨衣的部分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飛行員來講 都是它比較重要一個保命的一個裝備 就是在這個月的當地上 會再解決定 一個從來的 你有抗巨衣 有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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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氣